美国啊 1962年 我出生了一年 1962年 跟苏联在比赛 上太空 结果苏联 那才叫苏联赢了 他先发卫星出去 美国紧张 美国NASA紧张 他一定要赢过他 那就备得把人送进月球 才可以 听懂吗 那问题来了 送进月球的轨道 美国的计算机 跟科学家算不出来 因为在变动 算不出来 结果呢 他们不小心找到三个女生 三个都是女生 在计算部门里头 很天才 这三个女生 好像有两个黑人 还是怎样 还是三个都黑人 我忘记了 电影有眼 他们呢 男女分开 没问题 黑白分开 黑人女人 尤其没资格 没资格跟黑白人的男人一起上次 就是喝咖啡 咖啡机要分开 白人的咖啡机 是咖啡机 女黑人的咖啡 是咖啡水 咖啡豆水 不能用咖啡机现煮 那几个女人 那几个女人要上厕所 要跑八百米 庄中没有遮雨 去尿尿 而她被选 她是天才 那个女生是天才 黑人女人是天才 选进去NASA里头的主要计算中心 去算那个轨道 结果她算出来 是女生算出来了 他们三个女生算出来了 特别是那个女生 后来活到八十几岁 我的相片我都看过 真人的相片我都看过 活到九十几 在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美国的英雄 可以说是美国的英雄 你知道吗 她一直到退休 都在那个单位当中做计算 但是她的厕所 都在八百米外 好像最后到快退休的时候 她的主管才亲自拿了狼头 去把黑人不准进来的 女生厕所敲掉 瞧点 诸位 这是1962年的事 你觉得美国很民主吗 我说现在 已经有美国黑人当总统了吗 美国黑人女生 当第一夫人了吗 你觉得美国 很民主 对不对 也没有种族歧视 对不对 不 在1962年都还是这样 现在暂解不表了 我说就在1962年而已 五十年来的事情而已 对吧 都还是这样荒唐 可见平等 自由 民主 尊严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怎么来的 主张出来的 懂吗 你不懂 我有这个权利 我必须说到你懂 我有这个权利 不要害怕 全民运动 这是全民运动 这真的是全民运动 我们大辣辣的说 国家没资格扣宗教的税 我是主人 我说了算 要这样子 不然你就侵害了我 是的 我们是可以积核 我们是可以备查 但你不能破碎 这不是恩赐 这是政教分立 不是国家恩赐你 好了 带他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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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你可怜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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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哦 是你根本没全收我的税啊 懂吗 所以这是未来要推的 叫做宗教基本法 这是一条 翻转文化 翻转人心 重新认清宗教尊严与价值 的一条社会运动 也是文化之路 文化翻转之路 也是中华民国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 最后一礼路 尊重心灵 当你人民懂得尊重心灵的时候 他才懂得尊重他人 这个社会才有祥明的一日 这个世界将会看到台湾立这样子的法 而开始反省 宗教跟宗教之间 是不是应该要坐下来 拥抱 不要再伤害回教 回教也不要伤害基督教 不要再有IS IS是我们该拥抱的人 他是很辛苦 他才要做这种事 他是没有保 他才这样 真的啊 我没有讨厌美国 我也没有骂美国 我只是说 大家坐下来将心比心 台湾先坐 人民开始不信任宗教 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之后 从涡轮机发明之后 人类开始已经动用机器 接着动用电子 接着动用了科技 人类引领人类的科学家 科学家 政治家 商业企业家 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 从来引领 这近两百年来引领这个世界的 没有宗教家 这个世界走成今天这个样子 再走下去 就是宗教战争 你看去欧洲 草木皆兵 你看进美国海关 简直比登天还难 有那个美国人 自己都气到 走进去之后 脱到身内裤 让你检查一下 比较多 那是更假的 你听懂吗 对本国人都检查成这样 没办法 对不对 他目标大 让一个国家 对另外的世界 可以防到这个样 这是人心已经在堕落 已经在不信任 这个小小的地球村走成这样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人心的回馈 觉醒 这是一个社会运动 而且这将会是世界性的运动 什么运动 宗教将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重新 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责任 所以他找到的位置 也赫旦的责任 他是平衡的 宗教家不能在这个人类的历史 再次的缺席 不能 他缺席200年多了 诸位这样了解吗 所以 请你们 要继承起来 你们就是宗教家 不是我 不是我